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航空网友们关注的几件事情 让韩国空姐们愤怒的YouTuber被告了 12月21号,大航空对媒体表示 这个影片侵害了大航空乘务员的人格权 毁损了对于职业的自尊感以及大航空的形象 而向江南警察局提告了这位YouTuber 然后因为这位YouTuber给自己的付费会员 以及在另外一个网站按照会员等级提供不应用的影片 所以也以违反Somimetic Bible被提告了 所以YouTuber只是诱饵 是想利用会员之跟其他网站来赚肮脏的钱 真恶心,绝对不要原谅 YouTuber黄标什么的就要给他这种人 不要再给只是用了敏感词的创作者们吧 27岁就想结婚的脱米近况 2019年,脱米出演一个节目后说过 想要早点结婚,最晚也要在27岁结婚 2020年2月,也在节目中表示过想要早点结婚 然后在2020年3月 脱米以主持人身份参加了一个一人情侣实境节目 而在出演这个节目后 脱米对媒体表示 现在才20岁,不想要谈恋爱 27岁结婚计划也延迟了 之后在节目中表示 我本来延迟了结婚计划 但是不想结婚了 不是,在那个节目发生了什么事呢 可可,不想结婚了 感觉好像是有理由 但是懒得说明一样 我小时候也想早点结婚 但是成为成年人后 想法马上就变了 奇葩男的最新后续 昨天,韩国恋爱综艺 拿拿搜罗整集结束后 让韩国网友们集体傻眼的 这位奇葩男,Yong Chen 在IG上传了自己的历程文 我是为了寻找真爱 参加了这个节目 但是我看出来 乔甲在衡量所有男出演者 以及男人孙罗这个节目 所以我才会用那种眼神 瞪着他说了 你要衡量到什么时候 然后故意说了一些 命运什么的来透问他 看了他的眼神之后 我判断 他真的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所以才会故意让他听到的说了 想要吃炸酱面那句话 这是我真实的心情 因为我宝贵的时间 被这种女人拿着玩 好玩所以出演的 然后也向网友们道歉了 对于因为节目中的样子 而感到不变的观众们 对观众们真的是感到抱歉 然后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一直安慰我的宝宝影车团 再次感谢你们 宝宝影车团 可可 是淘汰男聚集在一起了吗 出演恋爱组织 不就是要衡量 然后再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吗 就算看穿别人再衡量了 就可以在很多人面前 羞辱对方吗 怎么这么光明正大的 说不像话的话呢 你应该要去精神课一趟 现在感觉好像 她是在享受这种情况 宝宝影车团 大家还记得 MMA颁奖节礼结束后 IU看到粉丝哽咽的这件事情吗 因为平常没有眼泪的IU 久违的看到粉丝后哽咽了 所以让很多粉丝们都非常感动 但是也有不少粉丝们表示 我家IU不会流泪的 应该就是打哈欠了 然后在12月12号 IU亲自在IG解释了这个眼泪事件 说我打哈欠的安娜给我出来 我再怎么不流泪也是 这个情况打哈欠像话吗 真是 咳咳咳 打哈欠 粉丝跟IU都太可爱了 我是别家粉丝看到这个动图后 也觉得是IU在哽咽了 我家IU眼睛也太美了 好想去演唱会 所以 真的是哽咽了 TWISE请不参加演唱会 12月20号 JYP娱乐官方声明 在与请与请与其他成员们讨论后决定 成员因健康问题 将不会参与TWISE第四次世界巡回演唱会 12月25 26的首尔场 非常抱歉给等待已久的粉丝们带来这种消息 如果需要退款的话 将会全额退款的 不参加演唱会也没关系 赶紧好起来吧 这次也是为了粉丝们强行进行了各种活动 真的希望你能好好休息 粉丝们一直会等待的 不要担心我们 只要顾好自己的健康就好 自己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姐姐 我们来看一个网友上传的贴文 姐姐工作了以后 常常带着我去 爸妈没有带我们去过的披萨店 跟看起来很贵的自助餐厅 当时我还想 每次都因为能吃到好吃的东西而高兴 从来没想过原因 但是有一天突然有点后期 就问了一下姐姐 姐姐为什么最近都在这种地方吃饭 姐姐看着我说 小琪 你以后跟朋友来这种地方的时候 不要慌张 那个时候我没有理解那是什么意思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了 这句话到现在都是 姐姐对我说过的话中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所以说 姐姐也是跟朋友们 第一次去那种地方的时候 很慌张了 而希望弟弟能不要那样 我也是从乡下来的 这都是什么感觉 我上大学后 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点星巴克 就看着朋友们学他们点 第一次一定会感到生疏慌张 所以姐姐这样做真的很好 穷过的人 姐姐说的那句话 一定会打在心里的 好想哭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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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